我刚才吓我一跳 我还有物业把我网线给拉了 你实在是不能忍 现在看来是没有这么这么一回事 第二场地图来到了温室 绿色温室 比赛开始了 我们来看一下出生点位 右上方 红色的虫族是 Startail战队的Life 他对手是蓝色的虫族 来自于GNL战队的ROVE 看一下双方前期的开局 都没有放快狗 会不会有人选择慢狗开局呢 都补到15农民 看来都要裸双了 ROVE选择15D慢狗开 都选择慢狗开 两个人都没有裸双 15D慢狗开 在这样地图上 Life没有打过 而ROVE是两胜零负 当然这个地图胜利 我们看到是根本是 没有任何的意义 你再开 慢狗开局 好像也没有人开期框 对吧 都没有放阴招 老老实实打实力 这让我非常的意外 理论上来讲 ROVE应该拼一下 先气框再基地 拼一下 有人放气框了 ROVE放了气框 居然不是极限的 快速提速的气框 这个气框也是大有深意的 大有深意的 这个到底有什么深意呢 一般目前主流的打法 慢狗开局 都是默认对手 是无气开 这个开了气框呢 他看能不能封住 对手侦查 我们看Life也不傻 对吧 拍两条狗去探一下 这两条狗 只要在对手女王 两个女王之前 能往上一窜 看到对手这个气框 就懂了 对手啊 开了气框 自己家里面 至少要放一个地宝 哎 过来坐 哎呀 ROVE这个细节 你看是不是大有深意 要不然会拿个农民 在这边赌 这个绝对是大有深意啊 那还要让人 不要溜上去 好 看到气框了 你看 停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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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Life有点慌 对手 踩了气 踩了气的话 他可以安心的补农民 因为他上去看 Life你没气 对吧 我可以安心补农民 好 直接三开 哎呀 提个狗速就去三开 太拼了 就欺负赖夫不开气矿 赖夫这个没办法 只能选择补农民啊 因为你威胁不了对手 鲁从凶中起恶相胆边生 自己家里面还得卢根管 因为对手有狗速 他开了三框还是可能暴狗来 好 果然开了三框暴博狗 赖夫现在怒下气矿 我来驱赶一下对手的视野 这边若格应该是把这个三框 开给对方看的时候 直接暴了一波狗 因为他知道赖夫那个房子就在那边 他这种情况下 他直接拍一个基地 说明什么呢 说明他就是要给对手看 你看他在家里面藏狗 哎呀他做这种事情跟黄徐冬做的每天做的事情一模一样 藏狗A一波 素质真是差 赖夫见面两个军坦流啊 让他等会儿临时做剑学的不好做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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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赶快赶快 你看他在拆这个军坦流 我就知道这个军坦流要出事 哎呀 快赌口啊 没赌注 陆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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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画面太美我不敢看 太慌了 那个军坦流绝对坑自己啊 直接是机技 如果这场比赛啊 准备的战术非常的阴险毒辣啊 跟这个黄徐冬每天干的这种龌龊事情是一模一样 好